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铺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这节课呢 我们开始学习一个 新的知识点 什么呢 麦妹开持 那肯定想知道 麦妹开持是干嘛的呢 对不对 那我们在做项目的时候 特别是你的项目需要访问速度快 对不对 那或者是项目比较大 通常都会涉及到麦妹开持 因为它专门做缓存的 对不对 在解决效率的问题 缓存是法宝 对不对 那从这个字面分析 MEM是什么字 说解啊 内存 内存 对吧 开始是缓存 MEM开始就是用什么 内存做缓存的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 咱们机器里边 平时咱们都有什么设备呀 在我们程序里边 比如说咱一个电脑都装了什么设备 对 对 是不是 对 我们说有硬盘 很大的一块能存东西 对不对 然后有内存 对不对 然后有CPU 有显卡 是不是这样的 那我分别边了 比如说硬盘 硬盘 比如说这是内存条 内存条 这是什么 CPU 这是CPU 对吧 这是显卡 咱们输出显示用的 对吧 这是咱们一个结构 对不对 那平时咱们写程序 保存的时候是保存在哪的 是不是硬盘上的 比如这里边有个test.prp 是不是这样的 然后这里边程序 CPU是预算的 对不对 那为什么不把这个tide的pp 直接给cpu呢 因为硬盘它是一个物理设备 这个物理设备是有钻术的 对不对 那现在典型的 比如说有的笔本是5400钻 但是现在已经比较少了 对不对 然后像台式机一般都是7200钻 对不对 现在你买640几的硬盘做服务器有12000钻 对不对 钻是越高 这个硬盘 访问速度越快 咱们平时用电脑的时候都能感觉你硬盘得钻 对不对 那有的时候访问多的话 硬盘钻的会 特别是复制文件的时候 钻的很明显 对不对 当然了 现在也有一些固态硬盘 对不对 访问速度是比较快的 所以它访问速度慢 对吧 CPU直接跟它交互的话 这个会影响咱们程序的运行速度 所以咱们程序一运行的时候会把整个程序是不是都装在内存呢 对不对 都装在内存 然后比如说你开启10个程序 20个程序都在内存就是排着 对不对 然后CPU运行的时候 内存这个设备就是存储速度是有非常非常的快的 对不对 所以它这里边你运行加载到内存 这边需要点时间 但加载进去 CPU反过从里边取数据运算 对吧 就快了 那CPU呢 怎么说了 有32位的 64位的 对不对 指的是什么 一次性处理32位和一次性处理64位 再加上的频率 你就能算出CPU的能力是多大了 对吧 处理完有结果输出的话 会输出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的 那咱们平时假如说用文件做一些网站数据的存储存到哪去的 是不是存到硬盘里的 对吧 那我们硬盘它就有一个读写的一个速度 是不是非常没时间呢 虽然小文件它感觉不出来 对不对 但是如果很多用户访问的话 在硬盘的读写 虽然其实配置高 是别慢的 对吧 那咱们用数据库 买些个数据库 我刚说过 对不对 读写的时候 是不是买CPU数据库虽然是一个软件 帮我们管理数据 但数据真正存在的还是硬盘里边 对 是不是这样的 当然买CPU会有内存表 这个可以是制定到内存里边的 那硬盘和内存相比 什么它们两个都是存储区域 对不对 但特点是硬盘比较大 内存会小一些 现在比如说你有 现在硬盘现在都比较大了 就像买包子似的 一T 两T 三T 对不对 那你到那是当中央资讯商 给我来两T硬盘 对吧 跟去包的户一样 给我来两T包子 对吧 它的单位现在都很大 内存现在也不小了 像我们以前在开发的时候 最早我们开发的时候 内存是什么16兆的 什么64兆的 对不对 当时我们写成语就特别珍惜内存 什么一点内存都不想浪费 对吧 能存一下就行 但是现在的成员有几个去顾计内存的 对吧 因为内存都比较大了 现在内存都有多大的呢 比如说像我这本现在还比较差一点 用一季的 对不对 妹子的本和我的本配置是一样的 对吧 那像我们同事有的本用的是16G的内存 对吧 8G的内存 4G都比较常见的内存 是不是 这都已经比较大了 那做服务器一般都用多大内存呢 有16G的 当然也有4G的 对不对 一些老的服务器 4G的 8G的 16G的 32G的 64G的 对吧 128G的 你想象 64G 128G都相当于以前的笔记本的硬盘了 对不对 现在因为买内存并不会 比如说128G的或64G的才几千块钱 对吧 所以呢 在服务器上有这么大的一块内存空间 我们就得把它用上 因为你把数据存到硬盘里去 需要IO 也就是读写 需要时间的 对吧 而如果你把数据存到内存里边 读回去 时间接近于量 对不对 所以是很快的 那一台服务器 比如说有128G内存 对吧 那如果机房里边有100台服务器呢 那空间是不是海量的 对吧 不能是海量的 就是很大的一块存储区域 所以呢 是从服务器配置越来越高 内存越来越大 那 谁呀 咱们就有一部分数据就要内存内存 对吧 把内存当成一个存储空间来用 它的主要用的就是它的读写速度 就是什么 那内存有一个特点 什么呢 断电即没 它数据不是持久的 对吧 谁的数据是持久的 硬盘里数据是持久的 对不对 只要不坏它会一直存着 只要不删它还在 对不对 而内存里边的数据会怎么样呢 一断电一重体服气 数据就没有了 所以呢 咱们一些重要的数据 持久的数据不能用内存去存 对吧 什么样的数据用内存去存 缓存的东西 对吧 那什么是缓存的东西 什么是缓存的东西 比如说 绘画的临时信息 比如说我一登录的 我的临时信息加来的 对不对 那塞进的信息 绘画的信息存到内存 当这个用户推出 对吧 再把它销毁 所以绘画控制 特适合用内存去存信息 因为现在信息量还不存太大 对不对 无钱的装下 再有比如说做管存用 假如说你去连接数据库 对吧 那如果每次用户一刷新页面 就有几百条约从数据库取数据 对不对 是不是很浪费啊 对吧 那我们可以怎么办 把数据放到内存 第一次取出来之后放到内存 然后以后取同样的方式取数据的话 内存有就从内存取 是不是更快能提高咱们网站的网站的网站速度 知道吗 那我们看一下 既然内存 怎么呢 可以存储数据 对吧 那我们现在要考虑的问题就是什么 我如何将数据写到内存呢 咱们前面有办法把数据是不是能写到硬盘上很容易 对 用打开文件的方式 写过的方式 最佳的方式 是不是能写到硬盘 文件是在用盘里保存的对不对 而内存呢 我们怎么去管理 对吧 另外硬盘我们前面学的数据库是不是也往硬盘里写 很方便对不对 那内存怎么去管理 对吧 所以呢我们就需要一个软件来专门怎么的 管理内存 对吧 用一个服务类似于服务区的软件来管理内存 我只需要用最简单的方法向他发送命令 告诉这个软件说你往内存里够存什么 对不对 他就帮你存在里面去了 对吧 说我想从内存里面取什么 你告诉这个软件 这个软件从内存里把数据给你取出来了 所以呢 咱们专门有一个软件可以管理这个内存 负责往里存往后去 对吧 还能管理这里面的数据 存多大呀 多大空间的对不对 存了多少 哪些存上了 哪些没存上 对不对 所以这是特点 所以咱们今天 这几个要介绍到mine catch 就是干嘛的 它就是一个软件 这个软件 就能够管理服务器的内存的 你只要向这个软件发送命令 对吧 告诉他存什么 他就帮你存什么 告诉他取什么 他就可以从内存里取什么 对吧 就是这个特点 那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个是管理内存的 内存是临时的数据 不要把持久的数据往这里存 都是做一些临时性缓存的数据 对吧 咱们用它用的就是特点 持久的东西还要存到硬盘里 当然大家以后还会接触像 release这样的no circle数据 对吧 那样的话你既可以存到内存 又可以存到硬盘 都是可以的 但那用mime page通常就是为了解决 网站的网络速度 对吧 做一个缓存用 对吧 那具体的功能咱们 再介绍 好吧 那这节课咱们就先来了解一下 内存的作用 用mime page是来管理它的 好吧 那我们下节课再继续 介绍mime page的应用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这一刻我们就就到这里 好再见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